這樣也不算,看世界盃肯定聽過球迷這麼說 球證不是性人,判決有爭議很正常 國際祝協引入VAR,即是錄影助理裁判 用來減少爭議也很正老 今屆俄羅斯是世界盃第一次用VAR 打完分組賽,國際祝協裁判委員會主席光頭球證哥連娜說 沒有VAR,球證的判決有九成半都是正確 有了VAR,正確的比例就升到九成九 這個數已經接近完美 留意,VAR只是提場內的球證看多次眼鏡 最終的決定權都是在球證身上 有人認為球證失誤造成的爭議都是足球比賽重要的一環 的確,由人類話事的地方總有偏差 如果要完美,用盡場內場外即時數據 兼無任何主觀感覺 未來由AI人工智能來取代人類來做球證 不知道球皇馬納當蘭又怎麼看呢? 我也有個箱子 有個箱子